中文字幕 上海 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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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拜廟 說不管是求財 求姻緣 不是說我拜完之後 醒來家裡就有錢 或者是說 還是要去 醒來之後 帥哥就在我面前 也沒可能 對 如果真的有這種事 你要先打這一巴掌 會痛的話就是 真的有 是真的有 有的時候他就是一個 姻緣是讓你一個靈感 對不對 這個廟它會給你一個靈感 對 感應好像 好像我的狗不见了 可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我要去哪里找 然后可能就突然间觉得说 可能在彩虹桥 桥下的哪里 哪个方位 这个我要问一下高警官 所以有一次你们拜了 石门的一间庙 就帮你们破了一个无头案 我们警察是以科学角度 来办任何一个案子 所以其实石门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那我讲这个案子 可是当时我在文山二分局的时候 我们曾经侦办过一件金光档 以前金光档不像现在诈骗集团 就是一组人 他开着车一个傻子 看到马路上 有那老太太老先生 一拍 然后就乖乖地回家 领了现金给她的那种 以前很多这种 讲真的还假的 以前说老先生老太太 说什么 他一拍我就傻了 什么就回 他讲了 我们问了被害人100%都说 他里面可能有放迷药给我 所以我昏昏沉沉不知道 事实上来讲我跟各位来报告 我们破了那个案子的时候 100%是因为有贪念 贪什么 他一开始露出的那个傻子那个女生的钱 可能一两百万的现金 那会跟老人家讲 咱来做好心 不要让他被骗了 他们有角色扮演 找一个女生演傻子 对 赶快我们帮他 燃计程车我们送他去警察局 他说有道理 然后一栏的第一部车就是他们的 又是他们的角色扮演 他们车都停在旁边了 一过来栏上去 你就直接被他带上车了 然后就开始在车上就跟你讲了 就讲这个钱 他说这个钱 我们不能让他被骗 他也不到警察局了 他就在车上跟他讲几句话 他说我们帮他做做好事 他就用他里面的十分之一 回馈给你 用你的名义去捐献 让你的后代子孙 用你的名义给你后代子孙 平安什么的 老人家一听 我做好事后代子孙 用好多的合理化 来满足我们的贪欲 但是因为基于怕你 基于他的钱 所以你必须拿跟他相同的钱 让他信任你 那老人家这样一听就上当了 所以100%都是有一点点贪念 那我刚才讲的 所以最后都不敢承认 都说他们给我肩膀一拍 我就 就领钱给他了 都有过程 都有过程 有一个基本的三个人一组 四个人一组 就有什么线索 对 那我们破了这个案 我们那时候破了这个案 找了好几十个老爷爷老奶奶 有的来到现场 我没有被偷 我没有被骗 那个不是我 因为怕他老婆知道 所以我们破了案 以前我们警方破了案 就第二天庆功 不能讲庆功 你要偷偷摸摸 想要摸鱼也不能直接光明正大讲 我就跟我们几个同事就讲 不然我们来十八方公 石门那边 中午来去基隆吃海产 因为我们有一个祖贤 没抓到 那个祖贤出号叫阿永 完全没有概念 只知道他住基隆 我们签出 就写说基隆查案 到那边有一个石门 有一个庙很大 那个庙很大 那到了那边我们想说 下去借个洗手间 那借洗手间的时候 里面就有个老人家 那个老人家应该有八九十岁 庆功了 甘的庆功 我们对这个完全没概念 尤其我们里面一个同事 他是基督教徒 就扁受人家没什么 那进去里面的时候 那个庙功也都没讲什么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去那个庙 那去的时候 就上个厕所 那庙功说 给我来喝两杯茶 不用那么赶 那那个老人家就讲一句话 你们这庙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大家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然后你就放心 透董 我们也不晓得 我们就四个互相眼睛瞄一下 也没有再问他的 就点头笑一下 我们就走了 那走了从淡金公路 要往基金公路 往基隆那个方向的时候 他那边有当时很流行 那种槟榔摊 那种槟榔西施 很多 那我们里面就说 一间辣 下去打个招呼 下来要买槟榔 买烟 买酒 买饮料就对了 那停在他门口 下来 第一个 那个槟榔摊后面就一张 那么大带一张的照片 他就写 就写那个庙的名字 就是我们刚选那个庙的名字 那我们想说 怎么那么刚好 我们在当时想说 是整条街 这整条淡金公路 基金公路 就是拜那座庙 我们那时候想法是这样 后来我们就 学长就突然要搭讪 没话题 你们这些阿勇 你没办不办 勇哥 他上个礼拜回来 就这么一句话 我说这是对不对 真的假的 跟冰老西施 就这么跟他讲 对 随便聊 那他说 我们另外听到 因为要搭讪 他穿得很凉身那种 整个很辣那种感觉 你看一边 里面的多久的记忆 到现在还在回味 你有没有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然后后来就是 因为 你刚才知道我说 哪个勇哥 勇哥 你刚才知道我说哪个 勇哥知道 台北探钱太多 回来发电签的 在刚才我们的街人旁边 靠近暖暖那边 有那个街厨 一二楼的靠厅 一整排他是倒数第二栋 我们家倒数第四栋 很清楚 地点都出来了 因为整个人 他都知道 然后你整排就是八个洞 八个洞 那种透天的 一二楼的 然后我们想说看一下 反正没事 就去当作去玩也好 那时候我们警察都流行标绘 那时候我们就想 我描一个盒子在 想说要吃饭 描的盒子的精神 钱带在身上 那我们就到那个地方 果不其人 它是一整排的那种透天房子 很旧了 那房子应该也四五十年了 就一二楼 那楼梯都没有电灯的那种 就很旧 很破旧那种 那我就上去二楼 我上去二楼 因为我学长他们以前的刑警 都像土匪流氓 很小看像我这种大学生样子 上去 你像大学生 他是B带 他是文青刑警 年轻的时候 文青刑的刑警 我年轻的时候 你没那么胖啊 你有酒窝 应该是很可爱的 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上去楼上 因为门铃是坏的 我的门铃坏了 我就把我的锁匙 叩叩叩 从门里面敲那个木门给人家听 我想说没人 那没人后来 我走二楼要准备走下来的 第三次的阁楼梯的时候 一个从里面开门 开门一个阿桑在里面 那看着我 我就看着他 我就问他说 那我讲问题 他说死了 我说死了 我突然回答我死了 我就觉得为什么回答我死了 我说我都还没讲完 你到底要找 我说没了 我去缺钱要跟他 那个阿婆就说 有啦 一早我卡到的回来 说一个人要拿钱跟他 说一个人要拿钱跟他 所以他说有个人要拿钱来还他 那我想说你不是说他死了 他说不是 他说我不知道 他怕你死的哪里 我说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我说那我没关系 他说你要跟他说 我说不过 那我当早了 给他赚一楼二十几万 我就把钱一叠 放在那隔着铁窗给他看 他看那个钱二十几万 二三十年前二十几万很大 很大很大 眼睛比我小瞪子比我还大 我就很稳的问他说 没关系 你要交给你OK 我告诉你没关系 但是你会 卡BB口给他说 我赚给你妈妈 他很热心就把铁门打开 不用不用他在里面睡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 那个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他门一拉开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我就赶快跟他讲 算了等一下 我有东西在车上 我趁着拿东西 我一下去叫我同事 用眼的快快 然后我就跟他上去 上去 那个门小小的 小木门一开 就一个人躺在那边睡觉 那我看到脸 我也不晓得 我们要找人 到底是不是 他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也没有办法证实说 他是不是我们找 抓错了也不得了 也不行 等我同事上来 我同事更厉害 一进来而已 把他摇起来 先摇起来 他看到我们那个脸 一个脸 一下子错了眼神 一交会那个眼神 我同事马上讲 找到你了 找你好久了 都还没讲 他说你这么厉害 你找到我 对了 这样一去就对了 如果我们都傻傻地问他 你是不是叫阿洋 他就不会讲说我是不是谁 可是我同事一句话说 找到我 还没 让我找你找多久了 他自己也慌 我们也不晓得 到底是不是 然后他说 你们警察很炸 对 真的很炸 但是也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然后他一起来之后 我同事第二句就马上补一句 你骗那些人在哪里 骗了那些人在哪里 他停顿了三十秒 我们就说中了 就是他了 然后马上打电话 那时候没有行动电话 跑到楼下打公共电话 打去基隆市警察局 掉他的口卡 我们每个都有口卡 口卡一掉出来 里面那个照片 他小学 小学的照片 没有换 也对不出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 我同事 我那个学长更厉害了 我们跟踪你三四个月了 你还躲这边 我们每天在楼下喂蚊子 他马上吓到了 我回来第一天你不知道 就这样 我们从楼上 把他手靠下来的那里 他的妈妈说 夭壽啊 还要拿二十多元 还要骗你 然后带他下来的时候 我们才突然想到 水到驱城那个庙 跟我们讲这句话 对 然后特别说成功 哇 没办法解释